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林杰 先生们 女士们 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 没错 我今天变成了一条鱼 一条美人鱼 所以现在水里不会被淹死 但同时我也不能上岸了 上岸后就会扣血 那么这期我们就来一次水下生存 试试在水下还能不能挖到暂时 我们开始吧 先给大家看一下上岸后的效果 直接就给了我一个凋零buff 非常难受 开极先撸树 哇哦 我现在速度好快啊 比在陆地上跑的速度还快 在这边应该能挖到树 可以 我发现挖掘速度也变快了 看这贵处的小手 赶紧冲上去 拿一波走人 够了我两滴血 木套是基础 有了木套我们就可以去海底干其他事情了 工具造好后去海里找一些吃的东西 这边有煤炭诶 但是在水里挖方块 速度还是好慢啊 然后再挖八个石头 造个熔炉 这是怎么死的 我不是在海里吗 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 刚好这边有个海沟 下去看一下有没有铁矿 黄金和金兵石都有 就是没有铁矿 怎么碰到海草还会扣血 找到了一个铁矿 但是这挖掘速度 真的太慢了 这我挖了半天 结果没了 消失的也太快了吧 算了 再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找到了 而且这边铁矿还挺多的 够我造铁搞的了 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是找个地方往下挖 就从这里开始吧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挖到暂时 就这速度给挖到红年马业 我的感觉告诉我 钻石离我还很远 我得把上面的水都放下来 不然不能往深处啊 观众朋友们 看到了没有 是钻石啊 我都不敢相信 这样也能挖到钻石 这边铁 但是意外也来得很快 我都没反应过来 莫名其妙就被一股力量吸进去了 八成是水 而且我还出不来 成功挖到三颗钻石 今天的挑战也非常不胜利的完成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个钻石过不去的布林布林姐 我们下期再见 白了个白